人家到驴潭来 第一个就是只知道驴潭 然后不晓得这边阿弥陀 有一个池南部落 可能都被遗忘了 一二三 好美哦 很美哦 我们学校是目前花莲县的 特色课程的一个游血中心 实际上真正在推这个课程是 确实有已经达五年以上 有来咯 要怎么装虾啦 这样虾就等一样不见了 要把这个定型 有炸哦 定型以后你再抓它 拆一秒 噗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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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头最好是用 配的石头比较硬 学校跟社区一起来结合 创造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想这个是非常棒的 感动的是 我看到我们部落文化 部落变得比较活弱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点 来讨论这件事情 要如何让我们的部落更好 所以这个是让我看到 社区不一样的改变 沈南部落呢 阿美之话叫做马纳部落 因为跟日本发生冲突之后呢 就逃到我们这个沈南这个地方 第一个走路的地方就是在沈南部落 那这个沈南部落呢 可以说是四面环山 有一个府 但是这个礼仪坛呢 过去是比较小的一个府 一个坛 后来后来经过人工的改造以后 变成慢慢的跟 就现在的这个规模 一 二 三 好美喔 很美喔 这边呢 是我们自然教室的上课地方 这个叫蝴蝶网室 你们看不到蝴蝶在哪里对不对 因为他们已经长翅膀飞走了 男生在哪里 女生在哪里 行动不变的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他是老人家 里面呢也有图案 里面也有马赛克拼天 泰鲁阁族的拼天 跟阿美族的拼天 这个沈南部落 还有崇光部落 沈南部落跟这个苗湾部落 是共同的一个学校 所以在校的学生呢 以泰鲁阁族居多 再来就是阿美族 所以当时的这个学生呢 在学校上课 有的是讲泰鲁阁族居 有的是讲阿美族居 今天的那个参加的单位 大概有九个单位 是来自台北的汉人的部分 再来屏东的排湾族 还有马远的布农族 还有泰鲁阁族 阿美族 所以我们的族群相当多 下一次 鸟来咯 猎人陷阱设计的部分 实际上大概每一个族群都有 但是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新鲜 所以他们会想要去尝试 一个 两个 这是南瓜花 大家没有吃过对不对 对 那等一下会做我们的美食料理 其中一个 那我们开始的那个小农 都是由他来提供 那他也很喜欢种菜 对 他用他的传统智慧 来教我们怎么种菜 那我们也用我们的创意来行销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石头火锅 那石头火锅 煮的食材原则上是要以比较快熟的 烧锅的石头放进去 还真是石头 这样可以直接煮了 现在就开始煮了 我们学校是目前花莲县的 特色课程的一个流血中心 在推这个课程是确实有已经达五年以上 像我们阿美族的课程里面 除了有烹饪的部分 还有编织 还有那个猫头鹰的 那个构树皮的部分 还有歌舞 那太鲁格的部分 太鲁格族的部分呢 就会包含了传统的色剑 还有竹筒饭的制作 还有也是那个竹钟 或者是木琴 你们等一下去的时候 先穿翼蚁跟两个玉珠 这叫翼蚁 翼蚁珠然后这两个 你们就自己去搭配 这两边各三科 先教你们凭捷 一定要左右左右总共四边 这种特色课程如果是交给学校来处理 学校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力 没有这样一个人力 所以一定要跟社区来做结合 然后这个课程跟社区结合之后 就会跟社区发展学会 甚至于跟头目一起来结合 然后将他们的人力来应用在这边 在这个课程上 我想这个是很棒的 学校跟社区一起来结合 创造这样的一个课程 好了 耶 有了有了 开了开了开了 留学活动都会需要一些菜 然后介绍野菜 应该讲一娜的菜 我想要把它推出去是因为 让他们活得更有价值 让他们得到社会的认同 一起开动 预备 开始 开动 好吃一点 来 那是什么东西 无论 应该算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无论 请小朋友来帮我们协助的时候 第一个 需要认同我们文化 再来就是让他们学习 因为毕业生的小朋友 其实到国中这段期间 有一个空窗期 第一个 家长担心又危险 我想说那这样子 我利用我们的课程 特色游写的课程 那让他们来这边学习 也许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他们可以自己带出营队 走出他们自己的一片天 烤鸡 烤鱼 还有山苏饼 吃葱蛋 吃现菜 这些野生的东西 我们都呈现到客人面前 他都会给我们打一个评分说 这个菜吃起来很好吃 阿美族的风味餐 它有它的特色 所以一传十十传百 一直传到各台湾全省 有不少的观光客 直接来向这个书来订餐 书屋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它是一个经营成功的一个案例 人家到驴堂来 第一个就是只知道驴堂 然后不晓得这边阿美族 有一个池南部落 可能都被遗忘了 那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书屋成立一个餐厅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解决了很多妇女的一些救援问题 很香啊 好专业 你看 菜也很专业 你看它两个筷子这样 撑着 黑田菜也有 我们就是随时都是在这里摘一些野菜 这佛手瓜叫原住民叫不记 这是赤葱 我们是拿来弄了赤葱蛋 我们河谷 小孩子也可以估得到 家庭也可以估得到 也不用在外面再找工作了 以前领一点点的钱 现在是你的比老公还要多的 都很满意这样子 今天做第二个材料呢 有包括发布后跟我们的树皮 这个树皮呢 就是我们用购树去敲打出来的 这都是祖先的智慧 我们的老人家就用这个树皮 摆当作是礼坛的礼 它不配分 所以在跟天窗的时候非常的保管 礼坛商圈 那这个商圈呢 它们目前所发展的 只是一个划船的这些业务工作 再来就是做一些餐饮开餐厅 所以我们过去呢 要想能够进入到这个观光旅营 实在是不容易 后来呢 最近在今年度呢 花东重谷在推动所谓的 部落理由这个计划方案 已经着手在进行中 现在我们在慢慢地做一个规划 希望说未来的部落这个理由呢 能够以部落文化为主 如果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 课程的设计之后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 非常的了解之外 他们会懂得去欣赏 虽然有些是阿美族 他们还去学太陆阁族的文化 他可以协助学校成为一个 课程的一个资源教师 他觉得说很有荣耀感 就是说我终于可以 有点想说 他们以前很想当老师 一直没有那个机会 终于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来协助自己的母校 自己的孩子来充当课程 第二个 这边也可以增加他们的就业 推出小农这个部分 是因为食物领旅程 那我们现在部落可以看到到 很多一块点一块点一块点 都几乎都是中年年 不再是老人 再来感动的是 我看到我们部落变得比较活络 对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点 来讨论这件事情 要如何让我们的部落更好 所以这个是让我看到社区 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文化的数字 是一个文化的数字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期四个房子 还有我们下期三个房子